指的调查局毒品防治处科长黄建成 遗体送往北京八宝山殡仪馆 赶来北京见丈夫最后一面的黄太太 气不成声 黄建成和调查局同仁在19号经小三通 到厦门和北京与大陆公安部 洽谈两岸弃毒的合作案 22号从厦门转赴北京 晚间和北京官员参序后 面带疲惫回房休息 没想到隔天一早 同事怎么叫也不应门 黄建成因周车劳顿 加上北京这几天降温 心机哽舍离开人间 我们全局2300个人 只有120个人在气毒 可以说他是卓越的领导 牺牲奉献 不论假期不问过年 不问三节 假期不问立休 不论白天晚上 只要有工作 他都在第一线带领气毒毒 调查局同仁眼中的黄建成 可以说是拼命三郎 更是台湾气毒史上的传奇人物 就是民国94年到民国97年的四年 繁毒作战年期间 刚好他是主管科长 他所查过的毒品 超过全国期货量的一半以上 我们有四大气毒机关 他们三个机关的总和 还不如他一个科所领导的 三十个外勤单位 黄建成鞠躬进瘁 始而后已 因过度劳累促使北京 经过大陆官方遗体检疫后 25号上午将启程回到台湾 中文新闻林新线 沈正彦北京采访报导